Hello大家好,我是风云 日前由国内媒体曝光了一组仪式吉利SX12纯电动版车型的叠章 新车或将会被归于几何汽车产品举着家 可以看到其大底设计于SX12相似度较高 比如数折的C柱,分体式的头灯,狭长的日间行车灯等等 当然新车两车后一只板处的伪装车翼都有开口 内部可认为充电接口 细节方面,从之前曝光的生包图可以看到 下个三已圈着线外辐射,但却非常的方正 左右两侧纵向排列的远近光大灯,整体前脸显得非常的别致 侧面周围有深邃的折线刻线,显得非常的有立体感 隐藏式门把手以为标配 这处处采用折线式悬浮设计充满了个性 这位尾灯以长方形的轮廓使人 与下方牌照悬架处的回字形相对应 也与侧头处的设计元素相呼应 类似中,三幅式方向盘中央采用了几盒汽车品牌的LOGO 而不是吉利汽车品牌LOGO 此外,其嵌入式的中共屏空调出风口 短靶的设计同样与SX12几乎相同 达转方面,车身材位为4350、1810、1650毫米 得具为2640毫米 在动力上,纯电动版本暂时未知 常规版只有一款1.5T三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170星马力 无论型号还是参数都与吉利冰月上的1.5T相同 预计变速箱也将会采用7速装的油变速箱 据称,新车将继续吉利最新的MBA平台打仗 百公里油耗7.5升,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 为了纪念薛铁龙品牌诞生100周年 日前,薛铁龙在英国发布了两款Oranges百年真相版车型 薛铁龙CA Oranges Collectors Edition 基于VIT75SNS五门版打仗 标配了Libs White非金属漆搭配黑色车顶 并提供了三种金属漆选装 车内座椅采用了GreyHair织物面料包裹 以金色缝线勾勒 中控台面板空调出风口,换挡杆四周 增添了Oranges色调式版 配置方面,特别版车型增加了7英寸的触控屏 导致影像自动空调和自动打灯 色价为13830英镑 薛铁龙C色Aircross Oranges Collectors Edition 基于Protec 110S&S六速手动版车型打造 新车标配Net-White非金属器搭配黑色测顶 并同样提供了三种金属器选装 标配16英寸黑色Metris核心轮圈 独有的Oranges,拉花和灰色植物类似 配置方面,特别版车型增加了7英寸的触控屏 导航,倒车雷达,自动空调等 资价为19355银磅 这些车预计5月份正式投产 你觉得好看不呢? 有海媒体基于此前曝光的色色露式叠照 绘制了一张奥迪E-Tron Sportback的假象图 新车的前列采用了比较运动的四季语言 大嘴式的前座望采用了纯电动车上比较常见的封闭式设计 车色的线条比较平直 加上后翼日板上带有宽体效果的造型 使其显得有一些肌肉感 且从之前露出的叠照来看 新车可能与目前我们看到的奥迪E-Tron一样 采用后视摄像头系统来替代传统外后视镜 除此之外,从车车到B柱的设计几乎与奥迪E-Tron的设计相同 只是在B柱之后的侧顶部分 采用了像奥迪A5 Sportback和奥迪E-Tron一样的流背设计 动力方面,奥迪E-Tron Sportback将与奥迪E-Tron共享动力系统 新车将搭载两台电动机最大综合功率为300千瓦 最大综合扭矩为664牛米 新车所搭的电池也将与奥迪E-Tron的电池主相同 其载电量为95千瓦斯 官方称其新车需要里程可超过320公里 不过预计新车的售价要高于奥迪E-Tron 据于之前的报道 新车会将与奥迪就你年末开始真实投产 你会选择它吗 长安机车发布了长安CS75百万版车型的官图 外观设计方面 前连采用了带英文制服的隔山装饰 以此来向老款车型致敬 不过黑色的隔山相比于老款看上去更显质感 配色部分与新款CS75保持了一致 充分台配备大尺寸的悬浮式液晶显示屏 富有科技感 配置方面将会配备ABS自动防暴时 DVD电子自动分配 紧急自动辅助牵引力控制 车身稳定控制 坡道起步辅助 拍摇监测 智能车载互联 主架式电动座椅 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 低速巡航倒车雷达等 整体配置与目前在售的智慧性相近 各类方面 搭载的是蓝金1.5T涡轮增压直分发动机 最大功力为178马力 风扭矩为265厘米 全动系统部分 配备的是6速手动变速箱 或7速双连速箱 同时该版本车型均符合国内有白方标准 两款车型都将会在4月30日正式上市 感应去到可以关注一下 欧商科赛GT已经在上海车展期间正式发布了 近日从官方获悉 该车将会在第三季度正式上市 包括方面 牵连部分采用了尺寸更大的隔山 让牵连的气势感更强 侧面整体的线条设计简洁而犀利 设定也采用了悬浮式的设计效果 尾部通过一些个性的细节设计 来营造出更多的运动感 比如后翼子板上的通风孔 以及后包围的双边共四处的排气装饰 类似方面 在中控部分采用了大尺寸的速箱屏幕 整体上新车采用了标准的T字型设计 贯穿通过台的空调触风口 区域是比较时尚的设计 做一方面 采用了仍为2加2加34的起座布局 高配车型主驾驶 支持8项电动调节 副驾驶座位4项电动调节 主驾驶还支持3主机功能 整体表现非常不错 照理方面 它搭载了和长安CS85COOP相同的2.0T动力系统 最大功率为233马力 最大扭矩360公里 8AT变速箱来自爱心 有考虑购买的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